他都不會講那個 對... 可是...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個小S台 就比較有挑戰性 放寬心 放寬心 那個等一下 從四位造型師選一位 讓他們幫你做一點改變 反正是假髮應該沒有問題 不能剪啊 他兩萬多塊 就做造型 好不好剪 對... 廖老師 歡迎妳請坐 我覺得四位造型師 我覺得好像漸漸面有難色耶 就是... 是吳玉玲在擔心些什麼事情嗎 因為我初來你才擔心嗎 妳擔心的主要點是說 姐姐們很難控制嗎 還是... 對 或者是他們可能受限太多 或者是... 我們怕達不到他們的要求 所以他們可能對自己的 傳統的印象 希望跟你們要做的事情 會不同 對不對 對 可是妳今天打算走的是 勇於突破的路線還是... 當然要勇於突破啊 可是還是要維持好看的姐姐 一定要啊... 是 不然我就可能永遠都不用 在髮界混了吧 是 所以我們今天會影響你們的前途嗎 當然 我可能本來就... 他們今天就是要拓展 姐姐界的客人啊 平常可能都是女生比較多 所以你看 我幫助他們 我以最醜的原始造型 來見他們 妳上台交到威英的內心了 沒有 妳剛剛自己先給妳 所以我就接妳的話而已 沒有 老師 今天妝畫得很漂亮 妳現在有沒有回覆一些善意 因為下一位姐姐 還是需要一些善意的 我可以 加油 我深吸一口氣 好 妖怪 我們看下一位姐姐 太 schöne Final 妳怎麼還是這麼漂亮 我兩 ref好可愛喔 沒有問題 這 媽媽... 你… 妳還很怕 是嗎 我已經... 聽說要改變造型 所以我已經很 對啊 這樣叫做沒有心 對啊 可是我不懂妳的髮型 還有可以改變的空間嗎 不行 因為我個子長得不高 可是我又不會穿高跟鞋 所以我只好把上面弄高一點 蔡閨姐 她把她自己局限在某個框框裡面 是嗎 這位姊姊其實應該嘗試過 不少奇特的造型 可是我覺得她奇特的造型 都不適合她耶 你怎麼知道不適合我 妳看過嗎 不然妳今天不會來啊 我今天來是因為 我今天來是因為他們都受不了我 一直說這個頭髮 不知道嗎 對啊 我們今天來是給小S一點娛樂 蔡閨姐 我不懂 妳那個是可以拆掉的嗎 拆掉 可以啊 這個不是真髮對不對 當然是真髮 只要這個... 那妳還叫它拆掉啊 對啊 因為我看起來很像是裝上去的 沒有嘛 這是真髮喔 當然是真髮 我的頭髮在... 我的頭髮喔 我從來不戴假髮的 我覺得如果要弄更高的話 Andro應該做得高吧 是嗎 Andro自己這把弄非常高 Andro 妳今天要負責蔡閨姐姐喔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加油喔 這令人期待耶 她就很好玩 妳看... 她有機會 等一下 姐姐...姐姐高興嗎 很好玩 好 高興 妳... 妳是把那個襯衫倒過來穿是不是 對 我不用把她穿上去 她就不穿完就對了 穿到一半而已 其實妳可以把它剪掉 這個不要啦 把它剪掉 我有剪刀 妳要不要我幫妳剪掉 妳還會不會全裸不行啊 不會啦 不會全裸 只要剪刀 好啦 不要... 不要跟妳一起說 妳不在地說 姐姐沒有紅了 妳不在地說世界變化很煩 我覺得我可以考慮神經病 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了解情況下 因為要追求高度 Andro會負責蔡閨小姐嘛 好 那麼... 蓉蓉姐 哪一位要負責蓉蓉姐 蓉蓉最好弄嘛 怎麼都大概面有難事了 幫妳用 好 510 是 蓉蓉姐會可以接受 一些些的修剪嗎 可以... OK 所以它是可以動剪刀的 好 那廖老師剛才已經說了 不要動剪刀對不對 對 哪一位...哪一位負責廖慧音老師 我 就嗎 對 OK 接受挑戰 對 接受挑戰 所以Tony 你負責扣媽媽啊 沒關係啊 大家先選 沒關係 大家都選完囉 沒有 那我就選扣媽媽媽 可是我覺得你弄不好 扣媽媽不會放過你喔 哪有用 他會一直講 四位造型師移架 還是請姊姊們移過來這邊 姊姊們過來 姊姊們移過來 好 來 好 好 人家都很多 你是不是要只有一隻啊 好嗎 你只有這樣子喔 可是我就可以換一個的 很高 是喔 先坐好... 對 其實我怕你要扣掉 這個很... 可以... 你決定啊 你跟客人商量就好 你只要一拉掉 全部都掉下來了 或者的話 你看看我的頭髮 你要拉掉嗎 不要客氣 盡量發揮的東西喔 爸 姐 我不會... 我不會吧 我會哭 我會哭啦 不是免哭耶 跟各自聊天 你說我流海 我們今天還說這個 我跳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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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解釋一下 理念的部分好嗎 Tony已經在動手了 所以Tony 你會幫寇媽媽做的事情 是繼續維持公主風格嗎 因為他現在的前額的髮量 其實不是太豐厚 那如果要頭髮蓬鬆的話 應該是要把這個地方的 髮根的蓬度 要先營造出來 那再來我希望給他一個 稍微明顯 但是是柔和的輪廓線 那因為這個輪廓線 會讓他的臉型 會有些修現 你們講輪廓線這種話 你覺得客戶聽得懂嗎 聽得懂 就是臉的輪廓 對 就是像你的頭髮 你的頭髮上的這個輪廓 會有一些修飾的作用 那大部分人在我們亞洲人的臉上 我們經常要像小孩子 這樣的臉型的輪廓 會修飾我們亞洲人的臉型 OK 就是我這邊這個皺子是不是 就是你左邊的這個位置 我們東方人的臉上 東方人的臉上 有這樣的輪廓 基本上呢 任何臉型 在這樣的輪廓上面 都是好看的 沒有 我是本身臉型好了 對...當然... 當然... 不是... 不是... 是靠髮子 對啊 我不是靠輪廓 我是靠我本身臉型 他根本臉上 他根本立直是不是 Enzo 你現在正在幹嘛呢 我現在正在編她的頭髮 因為她說她想要有瀏海 然後其實蔡暉姐的那個 髮量非常的多 對 其實我接到這一個 你很笨耶 我哪有髮量很多啊 很多喔 我這是燙的 這毛不是多 可是抓起來感覺是很厚實耶 對 是很厚實 是真的很多的 就是因為我燙那個毛 然後倒到頭 所以這樣對我... 就是我還滿幸運做到她 所以妳現在要編辮子啊 對 編辮子 然後我等下會用一個髮式 OK 不好看 我會生氣喔 Over 對... 好 吳依林已經在動剪刀了 對啊 因為... 其實因為王姐姐 她可能因為頭髮長的啦 所以她的膨度不對 她膨度應該是在這裡 可是現在在這裡 那再來因為她有燙根部 所以她其實髮質下面 跟上面的髮質質感是不對的 那因為很多媽媽就是 長了之後這裡太長 因為很多媽媽都很怕露出脖子 因為就是怕這裡會有一塊肉嘛 可是其實通常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不想要露出脖子的話 盡量下面不要剪這麼薄 因為我們東方人頭髮不是很貼嘛 它就會變空空的 那盡量是用上面的膨度 去讓這裡的那個線條不見 就是它脖子厚厚那個地方 那王姐姐 妳是信賴髮型師的人嗎 我很信賴她 真的 我常常看電視 她在幫人家剪頭髮 我還在想 我捨不得到店裡去剪 今天來這邊剪 所以王姐今天四位髮型師 妳就是本來就想給她剪嗎 真的... 大吳云要好好表現喔 好 好 那就這邊 妳在幫廖惠英老師做什麼 對 我在幫她做直髮 因為呢 待會兒... 會幫她把頭髮整個都收起來 幫她弄比較甜美...